2020年9月14日 第一行消息 有五名人士偷渡去台灣 這五個人昨天跟大家說過 沒有消息 香港電台有個很奇怪的標題 標題說 港媒引述消息指 五名偷渡港人 確實被扣押 但不至於被軟禁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被扣押 被扣押 但不至於軟禁 是什麼意思呢 到底 被扣押 是在監獄裏面 所以不算軟禁 對不對 大家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標題很奇怪 很明顯 寫標題的人想 淡化 這五個人 沒有消息 這五個人是現在 沒有消息了 但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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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淡化這件事 他們加了一個 不自備軟禁 但是 這個不自備 當然 反而是 更加莫名其妙 他裏面的內民是這樣寫 他說 在台灣 中央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五名偷渡者 到台灣的改人 確實被扣押 確實被扣押 但未獲釋 未有獲釋消息 即是 沒有離開 但相信處境不止於被軟禁 沒有消息 又不知道是不是獲釋 但信不是被軟禁 即是怎樣 而香港的保安局 在 NOW新聞台 回應 亦沒有收到 台方的捷獲逃犯 的任何訊息 指各負責任的司法官 他應該互相合作 打擊跨境罪行 揭止 干犯的罪行 亦應該從案發的司法官 權力逃走的罪犯 但不得他 不讓他們 私療法外 是國際公認的義務 呼籲其他司法官 不要窩藏 任何在香港涉嫌犯罪 罪犯 將他們送回 這就是香港 一個很正常的 表態 亦證明 現在香港政府 和 台灣政府 完全沒有溝通 尤其是在 偷渡人士身上 但到目前為止 這五個 偷渡人士 已經失聯 亦沒有跟他們 父母報平安 等等 到底去了哪裡 這確實 令人懷疑 而香港電台的 標題 更加 使人覺得 香港電台 有 一個 立場 將一些 沒有 相信 遙傳 這樣說 根本 完全沒有任何證據 只是想讓大家 有一個 錯誤的感覺 認為台灣 不會這樣做 其實現在 相對來說 台灣的做法 比起 中國內地的做法 差太多了 洲 暴漏